开局转1800 大家好我是利秀 众所周知三战里面五战的统运值和强度 关系不大的 例如七域的种田小能手 大财小用的马某 无论如何也拉不起来 而三域的张春华蔡文姬 四域的法阵却强的一匹 而关渡之战剧本21域的队伍 强度到底怎么样呢 投稿的朋友来自1020福的存孝 大家有三战的有趣内容 也欢迎投稿 队伍相对平民了 都是白板 司马懿用武识别 甲许兵无担风带盾兵宝物 曹操藤甲刮骨 一共21统运 整个队伍也是堆肉 以多川优平为目标 甲许替代了传统司马顿的好招 稍微打点控制和输出 一会战报里面看看表现 而按理说甲许兵书应该带旗阵相生的 但是三名武将都带的是军行流的兵书 保命啊 感觉耗爪 怕得一匹 下面看战报啊 这是敖战五场啊 第一场打的虎城 甲许输出了八千 这是第二场 第三场打的卫琪啊 甲许输出了四千八 第三场打的蜀公 甲许输出了三千啊 这场打的高配满红 夏侯渊的卫琪啊 我们优平啊 甲许输出了九千 这场打的无琪 甲许输出了一万 打的鼠盾 大胜啊 甲许输出终于稍微高了那么一丁点啊 打的神兽 我们优平啊 那当然了我们也是兵种克制啊 甲许输出啊 也是特别一般 打的无枪 优平 甲许输出了八千 哎 对面这队啊 有意思啊 越近的太威盾 甲许输出啊 还是比司马懿要少啊 既然如此啊 甲许这里索性继续堆肉啊 可能更好啊 没必要输出了啊 总体来说啊 这队21域的司马盾啊 强的是堆肉的机制啊 而不是高统域 带来的收益 下面看号啊 这是一对神兽 哎漂亮 我们的老朋友啊 三个小城位 虎城 三四旅啊 但是没有练 哎 这个金珠啊 有点东西 喜欢河地 小小天 每晚十点啊 来B站直播间 永久免费 看号配价 那么我们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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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